《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转回过来 在比哈西路前 密夺和海之间安盈 你们要在巴黎喜分前 对着巴黎喜分 靠近海边的地方安盈 法老弊论到以色列人的事 说他们在这地走迷了路 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他就必追赶他们 这样我就可以在法老身上 和他的全军身上得到荣耀 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 以色列人逃走了 法老和他的臣仆 对以色列人的心就改变了 他们说 我们让以色列人离开 不再服侍我们 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法老就预备他的马车 带着他的人民一同去 并且带着六百辆特选的马车 和埃及所有的马车 每辆马车上都有马车长 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 法老就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是靠着耶和华高举的手出来的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所有的马匹 战车和他的马兵与军队 就在海边 靠近比哈西路 对着巴黎喜分他们安营的地方 追上了他们 法老走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观看 看见埃及人正追赶过来 就非常惧怕 向耶和华呼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埃及没有坟墓 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的时候 不是对你说过 不要管我们 我们要服侍埃及人这话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 比死在旷野还好 摩西对人民说 不要惧怕 要站着 观看耶和华今天 为你们施行的拯救 因为你们今天 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必须安静 不要作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呼求呢 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要把你的杖举起来 向海伸手 把海分开 叫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 看哪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必跟着以色列人下去 这样 我必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身上 以及他的马车和马兵身上 得到荣耀 我在法老身上 以及他的马车和马兵身上 得到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 转到他们后面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过去 立在他们后面 云柱来到埃及营 和以色列营中间 云柱一边是黑暗的 一边却光照着黑夜 这样整夜彼此都不能接近 摩西向海伸手 耶和华就用极强的东风 一夜之间使海水退去 他使海变成干地 海水也分开了 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坐了墙员 埃及人追赶过来 法老所有的马匹 马车和马兵 都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去 到了陈庚的时候 耶和华透过云柱火柱 向下观看埃及人的军兵 并且使埃及人的军兵大起混乱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行驶困难 因此 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 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 攻击埃及人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向海伸手 使水回流到埃及人身上 流到他们的战车和马兵身上 摩西就向海伸手 到了天亮的时候 海水流回原处 埃及人逆流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就把他们投在海中 海水一回流 就淹没了马车 马兵和那些跟着以色列人 下海去的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余下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员 这样 耶和华就在那一天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里 拯救了出来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都死在海边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 向埃及人所显大能的手 就敬畏耶和华 又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 注意点数钟 更多的 影片 请订阅 结束 打に